再过几天就是 月圣贝多芬250周年的诞辰 而为了纪念这位音乐巨人 全球各地都为此举办了 精彩的音乐盛宴 而在台湾 杰迪斯公司也发起了 贝多芬250周年 越来越懂你的活动 其中有一项 是将大家耳熟能详的 给爱丽丝编曲填词 提供给全台垃圾车进行播放 而花莲市公司则是率先的响应 从即日起将会播放新改版的歌曲 希望能够让花莲相亲感受到新意 贝多芬的给爱丽丝 对于台湾人来说是耳熟能详 因为在国内的垃圾车里 除了巴拉洛夫斯卡的少女祈祷之外 贝多芬的给爱丽丝 也曾经被作为垃圾车播放的音乐 24号下午 花莲市清洁队的垃圾车 到各社区出勤清运垃圾 在少女的祈祷音乐身后 传出来的声音不是镇定宣导 也不是活动预告 而是知名歌手孟廷伟的歌声 引起不少民众的好奇 蛮轻快的 蛮轻快的 配合可以啊我觉得蛮好的 那也希望说大家 寄到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时候 也能够想起贝多芬 曾经对世界的一个贡献 那当然我们在垃圾的部分 也希望所有的民众 在资源回收的部分 也能够协助清洁队 来做相关的资源回收的分类之外 也能够把垃圾有效的来做相关的清洁 那花蓮市总计有23台压缩车 那25台的一个资源回收车 那我们总计有12条线 都在为民来服务 也恳请大家多多支持清洁队 也希望大家能够用音乐 来爱整个花蓮 爱整个地球 再过几天就是月圣贝多芬 250周年诞辰 为了纪念这位音乐巨人 杰迪斯公司发起了贝多芬 250周年越来越懂你活动 将大家耳熟能详的 给爱丽丝编曲填词 提供给全台垃圾车进行播放 而花蓮市公司则率先响应 希望借由这首新改版的给爱丽丝 让市民感受心意 提醒乡亲们要做好环保 及支援回收工作 记者徐立芹 花蓮市报导